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就我记得有期节目说的挺清楚 中共跟日本人没完 挑起来大家跟日本人这个那 俄罗斯抢了你的地方 俄罗斯炸了你的船 俄罗斯跟你签订了最多的不平等条约 江泽民把它签署成为铁板的事实 在你的心目中 俄罗斯抢占了什么 激不起你内心的情感的愤恨与爱国的情操 为什么 你怎么就那么贱骨头 中国人怎么就那么贱 对吧 不是 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用什么材料做爱国主义教育呢 日本人 对吧 在做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 没做 没把俄罗斯人当成 所以我们塑造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就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和国际哥 和国哥 对吧 这就是爱国主义洗脑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说 谁不爱国 谁能改变自己的祖国 谁能改变自己的血液 谁都改变不了 因为你若生的时候 老天爷那神明安排你的时候 就是这个 你改变不了 但是 不能被强权者 利益者和权利者 以控制的方式 用这样的东西给我们洗脑 目的是他 让你死 保住他 这就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是中国老百姓死 保住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那些领导者 你答应吧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 被人家翻译成中文 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强调 中国合作 暗示抗衡美国 在我的眼睛里 基本就是一个概念了 就是这种文章都是文人要工作换钱化 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 首次带着自己的歌唱家夫人彭丽媛出访俄罗斯和非洲 那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关注其出访本身的政治含义 而且还赞赏中国第一夫人的亮丽形象 这是很自然的表现 对吧 你今天赞赏中国第一个领导人的 这是第一位拿得出手的第一夫人 那你就在骂前面的江泽民 骂前面的胡锦涛 你骂温家 你把他们骂一溜 对吧 毛泽东更绝 带不出去 都在家里头 因为毛泽东不知道带哪个女人出去 他弄不清楚 后来带个小姑娘 会见尼可松的时候带个小姑娘 也不是小姑娘了 人是他 对吧 是他照顾他生活的人 照顾他从里到外生活的人 但不是他夫人 就那么带了 CNN的文章说 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 对抗结合病和艾滋病大使的彭丽媛 也会以较为柔软的姿态 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一夫人高调亮相的主意 让人联想到文革全请一时的江青 而之后的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夫人都很低调 有人说叫拿不出手 有人认为彭丽媛的人性化色彩 有助于更接近人民 但是有彭丽媛的粉丝说 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 彭丽媛会无意中盖过了习近平的风头 我的眼里就是这些都是只能反映出 大谈特谈的中国的社会的环境之下 整个环境非正常人 便在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的人性化 正常人表现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反应 对吧 你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如何如何 奥巴马连任总统的时候 我就举那例子 是跟老婆跳着舞 走了就回去了 就成为总统了 你彭丽媛跟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的时候 能跟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跳个舞 说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 不是吧 对吧 那个11月11号 去年11月11号 政治局常委七个人没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人就像抓龟的似的 到底这盒里都装几个王八 不知道吧 那时候还说是九个还是七个 不知道吧 所以你就根本谈不上 是因为环境的非正常人类 衬托出一个人性的第一夫人 你眼睛就亮了 因为把你眼睛晃了 被正常的人晃了 这习近平说了一个鞋子跟脚之间的关系 所以大家伙都在讨论穿什么鞋和长什么脚 在Google Plus上 有个朋友把那个 还真找着了老太太那个小脚 就把骨头整个前脚 从小母哥那完全卷进来 七寸金帘 三寸金帘 别七寸 七寸太大了 三寸金帘把那小脚 然后那个老太太那个脚没穿袜了 就一个老太太脚 然后底下注着 穿什么鞋 这是非常逗趣的事 德国之声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赵紫阳的前秘书包同讲 是否和谐 脚有权力来表达意见 所以文章讲说 中国梦是习近平说的 然后中国梦之后 习近平创造了另外一个词 叫鞋子合脚论 那鞋子合脚论呢 文章里上来就提到说 这是一个国家自己独立发展的概念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文章又引述了北京的媒体 叫做精华时报 讲他赞扬了 说这个鞋子合脚论是一个浅显又通俗的道理 文章提到西方等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自己的战略利益呢 把自己的鞋兜售给别国 将民主自由市场 美国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甚至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 把脚削了来穿这双鞋 网上其实有个帖子 是1945年 新华当时的新华日报写的 抨击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的 就是说什么叫民主 就是一人一票 让人们有投票的自由 有言论自由 有说话自由 有机会自由 让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没注意到 上面是不是说 每一个人民穿什么鞋 人民有按根据自己的脚 有他选择的权利 对吧 然后他现在讲说 美国把他自己的民主 自由市场 美国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在1945年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说 美国的模式是如何如何的好 是真正的民主 所以最不是东西的 就是共产党 如果今天的领导人 把最不是东西的这么个东西 再反过来 否定今天的社会 2013年 你说的话 恰恰是1945年 你所反对的概念 那你就更不是东西 对吧 我觉得什么道理 他不说最浅显易懂的道理吗 就是 如果按背上说 你的老太爷 说的赞扬美国人的话 被你这个搭了孙 在今天给骂了 你有欺祖宗 那是大逆不道的 那文章就描述了 现在网上的一些讨论了 而且也提到很多朋友画的漫画了 包括什么修理和谐 不走邪路的驴 以及包括这个漫画作者 卸农场 变态辣椒 那这些人实际都画了很多画 我相信朋友比我看的多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想说的意思 其实就是因为 习近平这画本身的话 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在平常说话的时候 他是这么正常表达的 但是是因为他的身份 这就是我说是因为他的身份 是他的身份 在这个体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迎合他的身份 来目标冲着他的说法去抨击 因为你只要有这样的身份 而这个体制之下 这个体制本身又是一个独裁的体制 这么六十多年来 杀这么多中国人的时候 那别的中国人 今天活着的中国人 为了保住自己 为了尊重自己人的一面 自然就会抨击你 他这是没得选择的 那文章接着就提到这个包同 包同呢 曾经在接受采访时 就说这么一句话 胆敢对鞋子 说三道四的人都在监狱 或者去监狱的路上 还是抨击这个体制 他讲说 习近平本身这一番话 即使是将鞋子引喻放大 也没有什么错误 而关键在于 当习近平讲这话的时候 不知是否更明白 在中国现实之下的鞋子 与脚之间的深意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这话说得很对 但嘴巴表达出来的 和脚感受的并不一定一致 另外鞋子合不合脚 脚有权力表达意见 嘴巴不能代表脚 另外别人认为这双鞋好不好 可以发表意见 比如从审美 是否保温角度等等等等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整体的含义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 原因就是这个体制 而不是习近平本人 而习近平本人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就代表了这个体制 而这个体制是扼杀人性的 共产党是扼杀人性的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今天依然看他怎么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